大家好 我是Pingos Chikin 我們這次來行山行紅香爐灰 我們一開始就先會由香港警務署爆炸品署的理貨基地出發 然後我們會再行經紅香爐灰 總共是228米高 過了紅香爐灰之後我們會再走到寶馬山 整個行程就是這樣的 它的長度就是3公里 我們需時大概是1.5小時 走到過來的時候 記住不要上去 因為我們一直要沿著馬路走 對面那裡我看到有一塊石 應該是岩石來的 只是岩石來的 這裡就是香港警務署的爆炸粉處理基地 裡面的那些粉塵是相當危險的 是爆炸粉處理基地 請勿進入危險 此光牆內隨時有爆炸工程 很危險的 所以圍賣至師門是叫我們遠離 這裡隨時有爆炸的 在這裡 上面也有一些小村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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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有一些山 裡面有一個炮台 有些小村很厲害 如果在這裡整個炮板 真的要砰出來 很恐怖的 我認為要不拉山到150 因為有沒有力頭 很大的 北拉山到150 北拉山不知什麼場 北拉山射場 靶場是靶場 然後落定上 這就是金督磁馬徑 然後還有電台 北拉山電台 現在我們就是走金督磁馬徑上去 這裏可以看出去港島一帶 這裏可以看出去港島一帶 國金義旗 這裏有蜜蜂 有蜜蜂採蜜 在採這棵花 這棵叫什麼花呢 什麼名字我就不知道 知道的朋友就留言告訴我 還有蜜蜂 好棒 交給蜜蜂很正常的事 這裏有蜜蜂 這裏有蜜蜂 但要遲兩三個月才開花 這裏比較清淡 看到港島一岸 這裏比較清淡 剛才下車的山在那裏 金督磁馬徑是左轉 這邊 我們現在穿過一個竹林 這裏在旁邊就是一條小溪 但不是魚蓋沒有水 然後呢 我在這間 美國菲爾斯 買了兩塊M&M曲奇 然後在這裏 這裏是聖誕樹 類似那些蟲 剛才是走石屎路 現在是走些泥路 好 這裏 這裏景 看見下面的山坡 然後又看得到港島一帶 這裏全部是蠔蚂 有些高深入住宅區 這裏就是看到整個維港了 看著對面的岸 怎會還不是整個 這裏不錄 真的錯過了 這裏下面有條路 這裏是直落的 對呀 這裏可以在上面直落 對呀 這裏有 這裏呢 分叉路口之中 還有分叉路口 有五個分叉路口 接著呢 我們 就走到最深入 的轉右 就是這裏上 五個分叉路口 我們轉右之後 就是這裏走上去 嘩這塊大石 這裏就是考章的 我們就這裏上 到最深入住宅區 到最深入住宅區 我們就有機會 你也想到 到最深入住宅區 走到最深入住宅區 在這裏上 我們就要找到 這個領域 跟進入宅區 我們在禁止宅區 我們就要做到 一個陰廟 好 好 這裡差不多半個景都能看到整個維港 看到半個景 那邊應該是沙咀,然後是國金義旗 然後那邊應該是政府大樓 我們現在在山頂,看到整個香港的全景 對面那邊是九龍,然後這裡是國金義旗 國金義旗和政府大樓 然後我們是後面那些地方上來的 後面那邊 然後這裡是山景 看了九龍 看了港九兩岸 我們是從石頭上來的 我們現在又沿著沿路 又是石頭上去 我們剛才就從右邊這裏下來的 然後呢 我們就... 這邊是甚麼人 我們就轉了這裡,下去寶馬山 我們又走石頭上去 這裏就有一條樓梯 然後旁邊有一扇 寫著是閒人免進 那就是呢 我知道它說甚麼 它的扇就放在這裏 即是說這裏就是閒人免進的 就不是這條樓梯是閒人免進的 這個行人免進和閘子放在這裡 這裡是行人免進的 也代表著這條梯 我們是可以上的 而這個閘子 這些泥是行人免進的 我們就不可以進這些泥 應該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就要沿著樓梯下 應該也是這些草叢是行人免進的 就不代表這條梯是行人免進的 沒有路 我們走到樓梯下就好像沒有路 但其實我們是攀過這條引水道 原來這裡是煤氣 這裡是賽馬山動遊樂場 回到來 我們就去了茶餐廳 叫了一個雞翼薯條 在下午茶 哇 雞翼薯條 哇 現在有整枝茄汁炭 薯條來了 這個薯條OK 這個薯條是賽馬山動遊樂場 好 我們就試這個雞翼 嘩 看多好吃 不過是有一點兒 因為是整隻的 但不是半隻的 這隻雞翼是多用的 我們先試這個便宜 不知道 有一點兒怕一點 哇 好吃 我極之推薦大家來這裡 點下午茶吃這個雞翼薯條 超好吃 這是早餐 都是三十多元 早餐都是三十多元 午餐就有這些選擇 下午茶就是二十多元 三十元 二十六元 對 又是常餐就有這些 這裡還有一些頂級飲品可以選擇 這間茶餐廳就叫做喜快 我也很歡迎大家來這裡吃下午茶 因為下午茶也很好吃 好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的就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到時行山片 如果想再行這些 這些難的行的山 就可能去到九月中 或九月尾再見大家 拜拜